资料的分 分的方法就是 用 year, month, date, week, date 另外的话你可以分的话还用文字 文字的话 思考方向不太一样 一个文字一个数字 然后最后合并的话你可以用 date date的话 就是可以再把它合并成一个标准的 日期 怎么分 怎么合 大家要知道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 time tie的部分 那tie的概念 跟date差不多 有没有 这边已经分开来了 已经分了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标准的 日期 标准的时间的话 那你就怎么办 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什么 日期时间里面的 哪一个函数呢 刚刚合是用date 如果 如果 时间的话呢 它里面有个叫 time time 有没有 如果你要合 日期就date 那时间的话就time OK 那time的话呢 一样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你的hour在哪里 在这里 你的mini在哪里 在这里 second在哪里 在这里 好那就按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 一样是小数点 但是 过来的话呢 他会自动帮你给他一个格式 他会侦测到 里面是一个时间 所以他自动帮你转成 那个什么呢 转成那个 有 时间的那个格式 但如果说 假设啦 他如果没有侦测到 那怎么办 你就自己再把它加一下就OK的话 那底下的话就全部合并 那如果说你假设 要把它分开了吧 很简单嘛 你用刚刚的逻辑嘛 hour mini second 就可以把它分开 所以 这边的话你可以插入函数 找到什么呢 找到hour hour在这里 有没有 几点 给他 按确定 7点就出来 mini second 一样啦 所以概念有的话 以后就这样啦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你就可以算OK 比如说你要找什么马拉松里面 好 时间可能低于 几个小时之内的 对那你就可以 至少可以 把小时的资料 抓出来 再来做计算 就比较快啦 OK 其他也许可以 不用 类似啦 我讲过的 那 这个是有关那个 time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还有 如何计算月份 除了说月份部分 你除了用dative之外 在israel里面提供一个e-day 函数 那国特别之后 e-day只能够算什么 算那个 这个月份 怎么计算 这个把它改一下 记得2020 我刚刚查google一下 应该是7月 的24 不过这个不重要啦 反正你再改个 不能 改2020也可以啦 那那一天是哪一天 等于 我们就先等于 这一天 打个勾 那如果说呢 奥运的后三个月 后三个月的话 当然就是10月24 不过我怎么 只针对月份去加 标准的做法应该是这样子 插入函数 应该先把它分开来 所以 应该要分别去计算 所以怎么去计算 用date函数 要把它先分开来 分别做计算 怎么分 前面讲过 外面是date 里面的话呢 你要用什么 用那个e-er 刮胡 先取得 这一个日期的e-er 2020 几月份呢 就是再多一个曼斯 那一样跟他讲说 这个日期的月份 那计算的部分记得 是在这边加 三个月 OK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date 一样 day 刮胡 哪一天 一样24号 所以这样子做出来的话 就会是 10月24 你想说 好麻烦 有没有 里面的话 光要做一个计算 外面要一个date 里面又要ymd 太麻烦了 要加3 所以 以色尔有一个贴心的地方 就是他有帮我做一个e-day e-day的话呢 你只要给他一个日期 曼斯 加一个3 他就自动告诉你是哪一天了 不过他回来是一个数字 你只要格式成什么 格式化成 一个日期就可以了 这样就OK 但特别是有e-day函数 他只能针对曼斯 他不能针对 三年之后 或者三天之后不行 或者三个小时之后也不行 只能针对曼斯 e-day只能针对几个月之后 OK 那所以按确定 那如果说前三个月的话 像刚刚这个 是把公式 把它直接贴上 前三个月就-3 减3 那e-day的话呢 顾名思义啦 其实就是 把这个 再 一样就是 把它再贴上 然后 这边的话就3 一样是用-3就可以 也就是说给他一个日期 然后呢减3 他也一样 不过回来他有个缺点 就是不会帮你格式化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再加一个格式 日期 把它格式化一下 确定OK 所以这个 跟这个 比一下 你会发现 当然用这个比较简单 对 如果你知道这个方法 你就不会用前面这个方法 OK 然后weekday刚刚讲过 就是他过来的话 他会是哪一 第几天 用从星期天开始算 再格式化 YMD这个刚刚讲过 所以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用year 这个的年 月 日 然后 然后泰刚刚讲过 那后面的话还有算公时的 所谓的公时就是说 net workdays s 回来的话 特别注意 内则是 加一个s 意思是总共几天 那也就算公时 所以给他什么呢 哪一天 到哪一天 总共中间是有多少公时 不过特别说 公时 它有个概念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已经帮你扣掉 第1个 第2的话你还可以给他一个holiday的清单 他也会帮你把那个holiday 就是 国定假日也可以去掉 所以总公时的话很简单 这一天到这一天 总共公时的话你就可以用什么 回来如果用 回来的话是多少天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network days OK 按确定 然后哪一天开始 这一天开始 哪一天结束 这一天结束 那有没有国定假日 有 你就把他选起来 不过特别注意 他已经帮你扣掉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国定假日 假如你又是放礼拜六礼拜天 他等于 不会扣掉 因为已经礼拜六礼拜天你还放进来 他就 不会 帮你再扣掉了 所以是多余的 那里面清单你可以放 当然不一定是只是国定假日 假设你公司那一天放假 你也可以把那一天加进来 他会帮你扣掉 算完的话他就告诉你是多少天 那work day的话是 刚好颠倒 就是 哪一天开始 几天之后他会返还一个日期给你 概念差不多了 只是说 一个是 最后得到几天 一个是得到最后是哪一天 OK 待会的话我们就再来看 如果根据 刚刚我们讲的 有没有办法 一整年的年历 全部一次就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试一下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把我们刚刚所学的那些 日期 函数 用在综合练习里面 那当然这个规则里面 底下有提示 就是一 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二 再产生每个月的 后面日期 但是 可能会产生 就是会多余的 的那个天 的那个日期 那怎么把它去掉 那还有礼拜六礼拜天把它格式化 好 好 谢谢大家